Hello, 大家好, 史坦又和大家分享CMM 游戏的看法 CMM 到中段位置, 會出現兩大陣型 第一個陣型是技能流 所有東西都要技能先行 另一個是能力流 反而不是看太重的雙配搭技能 反而是希望帶有加乘BUFF去主要核心 因為史坦對球未成型, 未夠高端 今天借助西環FC的帳戶去看 甚麼是為之能力流的標準說明 不好意思, 西環大哥, 先借你的帳戶 因為你帳戶甚麼都有, 比較完美和容易講解 譬如我們網台經常說 中場最好有長空急墜加妙全環上空 防中最好有收山腳或是風節 中間最好有防空塔加甚麼甚麼 其實西環FC這對球 沒有在極致技能配搭上做了針對性調整 反而它是用盡所有能力值的BUFF 我們馬斯查蘭盧, 小動作再加一個正能量 馬里奧, 衝鋒號角加節奏大師 艾比迪, 收山腳, 衝鋒號角 中間沒有防空塔, 換尼記是專人服侍風節 泰尼, 專人服侍風節 再加上步方 而前面呢, 兩個演員 迪馬里亞, 盤球突破 尼馬, 盤球突破演員 伊巴謙望域, 窩里, 弘子轟炸 朗拿道, Fox and the Box, 加弘子轟炸 你看到我們一直開台都說 技能, 攻中, 中場中, 與甚麼好 在西環FC上面是一點都看不到的 為甚麼呢, 因為大家不要誤解或誤會 首先, 能力流的意思就是 我們需要的是能力值的加成 多過技能自身的buff 西環的施朗, 基本射門已經去到6286 透過隊伍的加成, 節奏大師加衝鋒號角 只是這兩個130% 射門能力已經突破了15000 如果15000之後, 再加為弘子轟炸 你看一下, 基本上是突破天際甚至宇宙 所以, 你見到, 譬如說 商演員的迪馬利亞或尼馬流 有閃卡加成之下 你見到盤球數字五千多 射門數字三千多 尼馬的盤球五千多 射門三千多 全球二千多 透過隊伍的加成 透過球隊的加成 數字已經十分之銳利 如果你是著重能力加成流 本身你的球員能力要非一般強勁 而有件事要說明一下 因為, 專人服侍這件事 其實是要看你怎樣砌防線 譬如說你用什麼龍門 寶方最強勁的地方 就是Buff我們的後防線的能力值 但是, 如果被人的前場 能夠連攜到Fox in the Box 或妙傳幻想曲這一類 無視封鎖的技能組 其實寶方的能力已經會削弱一半 這個寶方的防守套路 我們可以用影片慢慢討論 好,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